我现在是在贵阳站 今天早上8点20分 随着57215次检测车从贵阳站驶出 贵南高铁贵州段正式启动年条年事 进入工程验收的关键阶段 贵州段内 检测车将向南依次驶过农尼北 贵定县都云东独山东最终到达逆波站 年条年事期间 铁路部门将对高速铁路各系统进行检测优化 以满足设计速度350公里每小时的运营要求 贵阳至南宁高速铁路 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的重要组成路段 全长482公里 此次连条连市的贵州段约175公里 共设5个站于2018年开工建设 预计年内开通 贵南高铁比我们以往的高铁的连条元素 难度大 因为它的速度长级最高的 桥水占比非常高 达到了90% 游几隧道比例达到了53% 我们进出隧道的时候 有一个明暗适应时间 我们的司机既要坚固瞭望 又要控制速度 是个非常大的考验 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通过连条连市 确保贵南高铁 胜利安全 按时开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